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今天呢是我們的這個 秦遷天下事第一集播出 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的是 這個洞悉國際大事的 賴岳謙教授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歡迎賴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其實很少跟這個賴老師 一對一的面對面的訪談 過去我們都是在頭條開講嘛 現在也都還是 在頭條開講的 當然都是多人評論 然後比較少能夠有機會的 直接的面對面的跟賴老師對談 那今天呢算是第一次 也非常感謝賴老師願意抽空 在每個星期的這個時間 也就是在星期二的下午的一點鐘 跟我們在秦遷天下事 一起來直播 跟我們的現場所有的網友們 大家一起互動來聊天 來聊聊國際大事 那尤其今天我想 本來秦遷天下事 我是希望能夠比較 輕鬆愉快一點 因為我的個性其實是比較活潑一點 雖然看起來呢是平常這個 螢幕上的形象呢 大家都覺得說不太一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大家叫我甜心主播 但重點是 對但重點是 其實我很希望能夠 用輕鬆的方式來聊時事 我們還是可以輕鬆 我們還是可以輕鬆 但我總覺得今天我的心情 有點難輕鬆的起來 因為呢這個 美國的這個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現在據傳說 他就是要執意訪台 那麼今晚聚集在10點20分 即將要抵達台灣了 而且他還要過夜 甚至在明天還要見蔡英文 甚至還要拜會立法院 所以這個行程 既然都現在已經是傳開來了呢 那我想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事情大條了 絕對不能夠等閒視之 這一行人 他們訪台的後座力 對不對 賴老師 我覺得知識體道 其實用這四個字 這個很嚴肅 而且我覺得兩岸之間 或是中美之間都有 不可承受之痛 只為了滿足一個人 他個人的政治利益 可是我覺得裴洛西的 今天的做法 他沒有考慮到美國人的利益 也沒有考慮到 台灣民眾的利益 那更沒有考慮到 區域間的利益 也沒有考慮到 這個三地之間 就是中美台三地之間的利益 我覺得都沒有 他是考慮到他自己的利益 例如說有些人認為 他應該是為了選舉 因為他想連任 其中選舉 對 其中選舉 然後還有一種 有人認為他是出來募款的 例如說他到新加坡 大家看到的 就找了美國商會來募款 那我們就不由得的 不就高度懷疑 我們再強調是高度懷疑 懷疑什麼呢 他的先生不是在之前 要通過這個半導體法案之前 對 欽騙法案 然後不是趕快進入佈局嗎 然後接著呢 就開始要討論晶片法案了 那法案一通過以後 哇這個當然引起了 社會輿論大滑 那美國人的 美國人再怎麼樣沒有道德 也要有一個道德門檻 那他們就沒辦法接受了 後來他的先生 就不得不忍痛殺出 賠了三十幾萬美元 任賠殺出 那有人認為說 那是不是藉著機會 再把他撈回來 好 這是開玩笑的 你剛才講要比較輕鬆一點話題 但是我們知道他為了他連任 他為了募款 那也可能為了彌補他先生 忍痛殺出的 那個缺額把他補滿 可是不管如何 他確實給台灣帶來 不可測的影響 也給大陸跟兩岸之間 甚至給中美 例如說中美本來傳出 兩國的高峰 兩國的元首 所以在G20很有可能 面對面的來會談 才剛對話完畢 然後又預計要在G20 能夠有那個面對面 那很有可能就 就因此生變嗎 有可能 我覺得變數就真大了 好 那現在的問題 是在於說 他來台灣給台灣帶來什麼 是 帶來的是 支持民主力挺台灣 他說的 民主是很空洞的 那民主誰說了算 美國人說了算 還是台灣人說了算 還是大陸說了算 還是法國說了算 還是菲律賓說了算 民主到底是誰說了算 民主的定義 因為我是學政治 那民主的定義莫衷一試 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 是標準的 我在法國讀書的時候 法國人認為 美國那不是民主 為什麼 因為美國一個總統選舉 要花幾十個億 或是上百個億 所以法國人認為 美國人那不是民主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是有錢人的玩意 既然只是有錢人玩意 那就不叫民主 那你民主 那就選舉 全部都要用公費 那一定要用公費的話 就個人都不能花錢 那這個才叫民主 那你說這個在台灣可用嗎 就不行 在美國可用嗎 也不行 所以在法國人眼中 美國人那不叫民主 台灣這不叫民主 好 所以你說為了民主 民主這個太空洞了 好 那我們再問說 那給我一點 實質上的利益好不好 對啊 那什麼利益呢 是利還是必 對我覺得 他帶給台灣什麼 我們看不出 他給台灣帶來什麼 那你說 能不能給台灣帶來獨立 怎麼可能 你覺得不可能嗎 有機關說可能 時間中衝衝衝 然後蔡英文說 我們更邁向獨立的那一步了 那問題就在於 美國的白宮 就是掌握大權的行政單位說 我不支持佩洛西的做法 他自己來是 切割的一跟二進 對他自己來是 他自己決定的 不是我決定的 只是我們按照標準作業程序 我們必須提供給他 安全舒適的一個資源 所以但是這不是我的決定 是他自己 他任意要這樣做 不是我 但是問題就在於 既然美國掌握軍隊 外交國家安全 預算大權的 這個行政部門白宮 他都不支持的話 那他怎麼可能給台灣帶來 具體的獨立的利益呢 更何況獨立會給台灣 帶來利益嗎 也可能帶來的就是戰禍 好 那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一直在問的是 佩洛西來台灣 給台灣帶來什麼利益 坦白說我們算盤撥來撥去 電子章機打來打去 還真的找不到利益 是 而且現在其實看到的是什麼 是有一種台海的這種風雨欲來之事 尤其是現在呢 這個軍事動作都升高了 升級了 因此呢我們必須要好好的來探討 第一件事情 當然我想今天我們其實在線上 我們也有開放一個投票 線上投票也就是問大家 我歡迎大家都能夠用 這個投票的方式來表達您的意見 我們問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你覺得佩洛西 她是不是真的在今天晚上 她就會來到台灣呢 你認為是 你認為會 你可以選一 你認為不會 你可以寫二 我們非常歡迎你在聊天室 告訴我你的意見好不好 那當然呢 同樣的這個問題 我想也一樣可以請教一下賴老師 因為現在呢 訊息細節越來越多 因為在昨天 其實我本來還在關注著說 佩洛西她的這個訪台的行程 你看之前呢都一直是空白 或者是Tentative 暫定 但是呢她一直沒有很清楚的 告訴你說我去訪了 日本或新加坡的哪裡之後 我哪一天或者什麼時候 我真的會到台灣來 台灣是一個空白 但是後來你就發現說 她不但是留白 而且她真的放了這個 台灣的這個行程進來了 那現在就傳出來說 可能今天是在晚上的 10點20分就會到 然後呢又說下榻的飯店 都已經知道是哪一家了 然後另外呢就是明天的行程 也都出爐了 所以好了 那現在看起來 就真的要來了 你覺得呢 我個人認為還是有變數了 最後一刻嗎 我覺得還是有變數 目前來說已經很明朗了 因為美國的官方 例如說AIT也已經說了 她要來 然後也說了 她訂了哪兩家飯店 還有一家預備飯店 有一家就在大使我住的地方 那我們當然知道那家是AIT 特別喜歡訂的飯店 那目前來講 所以幫他們安排的 那目前來講說這個飯店訂了嘛 還有一個是軍越嘛 都已經訂了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行程已經經過 美國官方的證實 說她要來 好 那美國布林肯她也說啦 她說我們是勸她不要來 可是她質疑要來 那這個間接承認 這個也就是說 美國的國務卿 間接也承認 說我們努力勸她不要來 可是她還是要來 我們拉不住 賠洛西啊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間接也承認她要來了嘛 怎麼會到這個程度 我還堅持的說有變數 那也就是 到最後你要從馬來西亞飛到台灣來 的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美國的軍方 美國的情報單位 也都在評估 兩岸之間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也都在評估 解放軍在這個時候 會有哪幾種可能性的方案 那這些方案 當然有美國人有一些人 他就說 哎呀大陸是紫老虎啦 大陸是虛張聲勢 紐約時報都這樣寫啊 說因為現在因應即將還有二十大 那習近平呢是不會做什麼 這樣的事情 不會再去做一個 比較激進的動作的 那是因為紐約時報 那是因為紐約時報 不了解中國 因為二十大要順利召開 這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就在於 台灣的問題是更嚴肅的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台灣的問題 處理不好的話 那二十大怎麼召開 那如果說在之前 大陸的外交部 趙立堅已經講得很明白 尤其在昨天 也講得很明白 就是解放軍不會做事不管 而且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對 那已經講得這麼的明白 那如果到時候 解放軍什麼動作都沒有 那你覺得解放軍 怎麼跟大陸的民眾交代 十四億人民都在看 而且習近平已經講了 民意不可違 所以那就會變成失信於民 對那就會變成失信於民了 那麼對於解放軍來講 他當然要敢於亮劍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問題就在於怎麼亮的問題 亮劍 對 那亮劍要怎麼亮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裴若西 質疑要來的情形下 那當然一方面你要透過外交 給美國的國務院施加壓力 二方面你要透過軍事的動作 給美國的國防部施加壓力 那三方面那當然 你就是必須要創造一些氛圍 而這些氛圍會讓美國的政府 評估完了以後覺得滑不來 評估完覺得滑不來的情形下 最後那麼使出殺手艦 美國行政部門還是有殺手艦 怎麼說 例如說裴若西坐的 不是自己租的飛機嗎 不是啊 他也不是租什麼美國的民用航空 所以他也不是租美國的民用航空 那您覺得有沒有可能 今天臨時向馬來西亞租一間 租一架民用客機 有沒有可能 其實坦白講也不可能 那馬來西亞政府 為什麼要供應它 民間單位啊 政府不用負責任 但是問題就是你的飛航證 四航證或者說 要不要讓你飛 還是要政府的民航局管制 那馬來西亞為什麼要淌這個混水 那我們就問那新加坡可不可以 新加坡李顯龍已經擺明了 說我不支持你就做這件事啊 你做這件事 李顯龍是很委婉的 說你還是要考慮到 中美區域間的穩定 對沒錯 中美關係要好 這已經在苦勸這個裴若西了嘛 新加坡一個在東盟 有這麼大影響力的一個小國 巨大影響力的小國 這是小巨人 那而且通曉中外 中西的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都在勸裴若西 考慮中美的關係 要考慮國家利益 考慮區域間 我們東盟的國家利益 我們的區域的利益 你如果可以不要 你就不要來 那問題就在於這個老女士 不要講老 資深女士 他就是堅持了說要來 那這樣的情形下 我們就很明白了 他不考慮別人的利益了 他是考慮他個人的利益 好考慮個人利益 不可能 那我們再問另外一個情況 那有沒有可能長榮跟華航 對啊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臨時掉飛機也很困難吧 那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你現在在掉飛機 然後再從這邊飛到馬來西亞 再把它接過來 時間上也可能困難不及 可能性也不高 所以其實剛剛我也有看到 一個最新消息 是來自於環球時報 就說這個現在呢 有美國的一架行政專機 到了馬來西亞 所以要特別重視一下 但是呢我們當然也不知道 就說那是不是真的又要把這個 裴洛西接走來到台灣的那一架飛機 就值得觀察 是的 又是行政專機 所以行政專機 也就是軍方所掌控的 那軍方的行政專機的機員 機組人員 他都是軍職人員 軍職人員 絕對不是聽命於眾議院的議長 不是聽裴洛西的 不是 他一定是聽 例如說這個行政專機 是隸屬於關島的那個空軍基地 他就聽關島的空軍基地的指揮官 他的聯隊長的命令 聯隊長的命令應該是 聽命於五角大廈 或是聽命於這個 這個印太司令部 印太司令部 可能聽命於五角大廈 如果五角大廈最後給 印太司令部一個命令 說告訴機組人員任務取消 那他就不能飛了 因為他只接受命令說 命令告訴他任務取消 那裴洛西 那我的飛機呢 那你自己想辦法 可是這樣又不太符合白宮發言人 或者是白宮的國務卿 Blinken所說的話 對 所以這樣的矛盾就出現了 也就是白宮說 我們必須要照顧他的這個安全 舒適 然後呢 我們只能夠提供資源 但是呢 這個時候 你美國的五角大廈 之前已經說 實際不宜不好 勸他不要 你不要給我們為難 可是這位資深女士說 我就是要去 好 所以大老師你講到一個重點了 就是說 一切都是要讓他安全舒適 那如果一旦情況變得是 既不安全又不舒適怎麼辦 那要考量到陪女士 他的安全了的話 那就有可能產生 您剛剛所講的那個 最後的變數 對 所以我才會 一直保留這個態度 就是目前整個態勢看起來 都很明白了 說他一定要來 因為已經告訴你說 幾點到幾點 然後也告訴你說 會見哪些人 也告訴你說 他要下場哪個飯店 然後韓國也說 他們是8月4號 早上的時候 因此大家都估計說 8月3號的時候 會從這邊飛過去 對不對 好 這些都說完了 所以看起來 因此所有的飛機人員都說 泰式已定 可是我為什麼還是只保留呢 我覺得美國他們行政部門 還是要再做最後的評估 為什麼 還有一個狀況是這樣子 假設美國的軍機 就是行政專機飛過來了 然後開始從馬來西亞 然後飛進了菲律賓 然後要開始進入台灣的 這些國際航線了 你現在是說裴洛西到時候 要飛來的路線嗎 對 要飛來 因為飛來的路線 它是由南往北飛 對啊 那它到底怎麼飛 那它由南往北飛 一定是從馬來西亞 因為它最後一站 就是最近的一站是馬來西亞 可是它從馬來西亞 往北飛的時候 那一定會經過菲律賓 那菲律賓海 然後要進入台灣的時候 那你一定是走 這個台灣的國際航線 你不可能是直接就 飛進台灣的盆島 它一定是走國際航線 那走國際航線 那就是在台灣的西側的外海 這個地方有一條國際航線 西側的外海 就是到澎湖那個區域 所以我們每一次從 那是在台灣海峽那上面 對 在台灣海峽上面 那不是現在正緊張著嗎 對 那就目前來講 在南海這個地方 有舉行區域間的海上的 的實彈射擊 南海渤海部分水域都是啊 都在實彈射擊啊 而且呢一旦進入了這個 廣東福建的時候 就是在東部戰區的 周章範圍內了 那東部戰區的周章範圍內 東部戰區目前已經進入了 戰備的一個狀態 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的 軍事上的動作已經出現了 那如果說我們做一個假設 這只是一個假設 那我們已經至少確定方向 它是由南往北飛 而且會經台灣的 例如說這是台灣 那它是在這一側飛 在這一側飛 那這一側飛的時候 例如說這個飛飛 然後到了這是台北 然後它要一個大回轉 從大園這邊要進來了 這叫進場 那要看 桃園的大園 對它要從這邊 然後要進來 因為它要進的是 宋山機場 對不對 那它要轉場進宋山機場 那一定是從台北的 這個三重這個航道進來 那問題就是要看當天的 就是今天晚上的風向 如果風向是適合 從三重那邊進來 例如說那個風是往三重那個地方飛 往淡水河的方向吹的話 那飛機當然就從那邊進來 可是如果是朝木柵的方向吹 那它相當有可能 就要經過我們中天了 就我們常常在那個六樓上 大家在那裡放鬆一下的地方 對對對 我們可能會上去看到它的飛機 它的飛機就從我們這邊飛 因為它變成要從我們這邊飛 然後再經過這個南港內湖 然後進入宋山機場 是是是 對不對 因為我們宋山機場 就是兩個方向飛 它是看風怎麼吹 好那您想 一旦要進來的時候 那當然如果要從我們這邊飛的話 要大回轉嘛 大回轉然後再進來 開始進入台灣的空域的時候 那解放軍的戰鬥機群 跟轟炸機群還有電戰機 都跟著進來 是真的會跟來嗎 你知道很多我看這個綠媒 都認為說 不可能啦 不可能做這種事啦 什麼半飛 那如果發生了呢 對啊 如果發生了 對我們的問題是在於 如果發生了呢 也就是說如果它從菲律賓 經過巴士海峽的時候 這個機群就整個湧進來了 開始慢慢的就靠進來了 然後我們就這樣一個假設 這是裴若西的行政戰機 裡面都是空軍的這些機組人員 結果呢 有一堆飛機在這個地方飛 對 那快慢機 然後 一堆啊 會很多嗎 然後很多 假設了 假設三四十架好了 二三十架 三四十架 我只用想像 我要是那個行政專機的架持 我壓力一定大到不行 那想像中我們這樣飛的時候 然後你本來你應該要轉 進台灣 可是呢 他們就是不進台灣 但是就在你前面飛 那你要怎麼辦 我只是假設而已 只是假設 就他是這樣飛嘛 然後他那個到了大園那邊 要開始轉進台北了嘛 要開始轉的時候呢 可是那個解放軍的戰績 就在這個地方 他方向不轉 那你要不要轉 這就我們開車一樣嘛 開車你要轉大家才能轉 但你前面有人擋著你 你轉過去 你右邊上面下面都不轉 那你要怎麼辦 那不行啊 他不讓的話你不能轉 那你要直接飛 那你要直接飛 那你要飛到 那要不就撞嘛 可是問題就是 你行政專機那一撞嘛 對不對 還有就是 你在往前飛的時候 你在往前飛 那就是往日本飛 那你倒是要再大回轉 怎麼大回轉 我只是做這個假設 我們就沙盤推演各種可能性 那你美國人說 我很生氣 說你這樣既不專業又不怎麼樣 那是你家的事啊 我飛得專業的很啊 這是我的空域啊 因為我已經說了 這個台灣 那個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啊 那不是國際水域 既然不是國際水域 往上走的話 那就不是國際空域啊 那不是國際空域的話 你軍用飛機怎麼飛 我軍用飛機我也可以怎麼飛啊 你要自由航行 我也有自由航行啊 那誰說我一定要聽你的 那所以這樣子飛的心理下 那會是怎麼樣 這是一種狀況 那另外一種狀況就是 我借你的飛機 我就進台北了 什麼意思呢 好 我們還是比喻 這是台灣 然後他這架飛機要轉進來了 解放軍的飛機跟他轉進來 跟得來了 那整個進台北上 然後他從台北進來又下來了 解放軍的飛機就在台北這邊 在台灣的上空 然後呢 台灣的飛機也上空了 對 然後 因為解放軍飛機都來了 台灣的空軍 你說歡向也上來了 歡向從台東 台東 有八架 增派了八架到台東 準備了 您又提醒我們又一個想像 就是佩洛西的飛機進來了 那假設台灣說 我要把加護航 對 我就把我的歡向戰機 從台東那邊 因為離巴士海峽最近嘛 然後我們的這個歡向上去 就開始去迎接佩洛西的戰機 結果他迎接的不只是佩洛西的戰機 還包括這個殲-20 假設他迎接的 跟著的解放軍殲-20 或是殲-16 或者是這個電戰機 他接的是有電戰機 有戰風機 有這個隱形戰機 還有就是這個預警機 什麼都有 然後結果我們的歡向戰機 我們歡向戰機很棒啊 我們歡向戰機的飛行員 哥哥也都很帥啊 他飛上去以後 一看哇 怎麼一大片 然後怎麼辦 是要交戰還是不交戰 如何以寡敵眾 是 然後要 誰要先採取行動 那你的你的射控雷達開還是不開 因為電針機也在上面 就是你打開我就收集你的數據 你的雷達的數據 你的電戰的數據 然後他這個我們的飛行員 一直問塔臺 給我指令給我指令 給我指令 到底開還是不開 然後那個底下人 趕快打橫山指揮所 可是蔡英文 還在他的宅裡面 等到那個 等陪女士 或是在松山機場 趕不到橫山指揮所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都是想像喔 我們跟觀眾朋友講 都是想像 好 那 我相信賴老師 你現在講的情況 我相信軍事專家們 不論是中美台 也都有模擬想像 都在思考嘛 對不對 當然 那我們的漂亮的飛行員 在那邊面對的解放軍的機群 都進來了以後 那大家一起共飛 我不要講半飛 我們共飛 就是美國的飛機也飛 然後大陸的飛機也飛 然後我們的這個幻象也飛 然後大家都在這個地方飛 然後飛進台灣海峽 靠近我們這邊 然後要開始轉場進台灣 結果呢 一起進台灣 哇 那 我再問一個問題 都進來了以後 那台灣的空襲警報 要不要想 對啊 對 那那個時間已經是晚上了 要不要想 很多人都已經準備要入睡了 那我們要不要躲到防空洞 因為這個時候 已經不是演習了 這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演習 這已經是防空警報 那防空警報 如果不想的話 那防空警報設立幹嘛 解放軍的戰機假設都進來了 對啊 那戰風機也進來了 然後你防空警報 想還是不想 沒關係 綠媒都告訴你說 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 我們希望不要發生 我希望 我也希望 但是問題就在 如果呢 我們只用如果 或是我們只用萬一呢 那綠媒還有民進黨 你的預案是什麼 沒有人告訴我們 沒有人 因應的方案是什麼 第一個 它不是演習 而如果 防空警報一響 我們台灣的民眾 該怎麼做 它不是演習 對 該怎麼做 那老師我剛剛好像才看到 有個即時新聞 我認真看 那個是 國防部剛剛表示 國軍會運用聯合情間針手段 充分掌握台海周邊海空域動態 國軍將以料敵從寬 遇敵從原的態度 整密的整備各項計畫 按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以敵情威脅派遣 適切的兵力來應付 有決心 有能力 有信心 確保國家安全 講得好棒喔 但是空話 我們老百姓要的是告訴我 警報想不想 就是如果 我現在都用如果 我只用如果 如果解放軍的戰機都進來了 我還是在問 第一個 空氣警報想還是不想 第二個 如果不想 那設立幹什麼 那如果想了 我們該怎麼辦 真正要派上用場的時候 他如果不想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是 可是如果想了以後 我們該怎麼辦 會不會他們現在也不知道 到底該想還是不想 不會吧 我覺得他們也不知道 該不該想 真的嗎 然後這個時候 假裝那個 雷達壞了 沒看見 然後解放軍在我們上空 飛的時候 有嗎 不會吧 拿出證據來 因為晚上半夜三更 美國會給台灣情報啊 他們不都這樣講 美國 美國在那個時候 也突然間說 我不管佩洛西啊 我已經勸他非要管了 我也勸你台灣 不知道是你們台灣 誰邀請的啊 台灣是誰邀請的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們一直要求民進黨 告訴我們 台灣是誰邀請佩洛西來的 還是佩洛西說 我要來就來 本來好像還傳出 看今天的報導相關的消息 有提到說 他本來聽說 好像想要取消這個邀訪 然後他還要確認 然後還親自通電給 駐美代表蕭美琴 然後後來獲得說 沒這回事的訊息 然後呢他就來了 所以確定是我們台灣邀訪了 有這樣的報導 有這樣的報導 但我們真不知道是誰 是 所以有這樣的報導 等於是間接的說 是台灣有人邀請 那我們一直希望是 台灣誰邀請 那因為你誰邀請 假設我們剛剛講的 我不想他發聲 可是他發聲的這些狀況 進台北的時候 如果說是如此 你看我們今天的股市 就跌了嘛 因為大家開始提心跳躺 可是如果說他今天進來了 警報響了 我們的工商活動都停止 人民開始進入這個 避難的一個狀態 那明天要不要上班 要不要上課 然後我們的工商活動 要不要做 商店要不要開 然後交通要不要管制 然後軍警人員 要不要開始 進入戒嚴狀態 那經濟 那明天的股市 如果崩跌 國安基金要不要進場 那如果房市也崩跌 然後大家開始往外逃 那有錢人開始往外逃 那假設 突然間有一些人 接到AIT的電報 說麻煩您 美國的公民 請根據我們的指示 到哪個點去報導 那這個時候 開始有人移動了 然後這個消息 迅速的傳開 然後日本的大使館 也開始在演練撤僑了 然後日本的 也開始說 那個韓國 韓國也在 然後法國也在演練撤僑 那各國的都在演練撤僑 都已經開始在 準備撤僑的行動 那我們怎麼辦 是啊 苦果台灣人來承擔嗎 我講是如果房生的話 但是至少我知道的是 這樣以今天股市來講 外資非常敏感 大家就等著看今天盤後 外資賣超金額 會不會如何大增 這個一定是非常敏感的 兩岸的局勢 我相信大家非常關注 不過像現在 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那到底大陸解放軍要怎麼做 因為其實我剛剛其實 聽賴老師說的這個意思呢 似乎顯然是不要等閒失之 然後大陸方面當然我在昨天 其實看到東部戰區 馬上就有一個回應 他說是嚴陣以待聽令而戰 埋葬一切來犯之敵 那麼當然一連串的動作 就更多了 因為我們之前其實在昨天 在看到這句話出爐之前呢 其實已經看到了一些 各處的實彈射擊 或者是軍事演習等等 北部啦 東部啦 南部的戰區啦 五大戰區啦 其實都已經加大這個作業了 軍事的這個行動 那但是昨天到今天 其實呢就看到 越來越多相關的這個 解放軍的動作的訊息出爐 包括像是在東部 有出現大陸方面的這個軍艦 有增派好像三艦 三個軍艦 那當然美國這邊呢 當然也是也有動作 包括什麼雷根號啦 等等 那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感覺上好像是不用怕 不用怕 解放軍有動作 美軍也在那邊 但是解放軍呢 其實今天讓大家 很關注到的一件事情 包括我自己在大陸的朋友 也都傳了這個照片給我看 是什麼呢 就是在廈門那邊的碼頭 有出現這個裝甲車 而且是這車隊 那甚至也有裝甲車的車隊 就出現在這個 包括像是海艙大橋上啦 還有在這個 車來人往的這個馬路上 馬路公路 居然也都看到 有這樣一排的 這個裝甲車通過 那你知道 因為這時機特別特別敏感 那大家就立刻做出了聯想事 難不成跟裴洛西訪台有關 所以大陸方面呢 也開始要有軍事戰備的因應了嗎 老師怎麼看 喔 疫情 我覺得你的訊息很快很及時 我這邊也有一些大陸的網友 他們傳的就是解放軍這邊 他們在整個移動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就是剛剛講 這個就是剛剛他們的 目前來講 所傳到的這樣的一個影片 這個已經進來了 我們的感覺是這樣子 我覺得因為兵者國之大事 他不可不勝不可不查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在應對一個可能發生的 一個不可測 但是可能會必須要的時候 要動武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通常的準備 都是要所謂的萬全準備 這是我們台軍最喜歡講的 我都有萬全準備 我剛剛已經唸過了 就剛剛那個聲明了 我再唸一遍 然後但是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到愛國者三拉出來 你說南港那邊 南港愛國者三你要拉出來吧 南港那邊沒有動靜 也沒看到有動靜 不會吧好緊張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朝鮮有一年他要四射導彈 然後他四射導彈 大家預估他的軌跡 可能會穿越日本 會穿越日本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 美國也好日本也好 台灣大家都很緊張 結果呢日本 在當時安倍晉三的時候 愛國者三就拉出來了 在東京街上就部署 那就代表什麼 就是說如果他的導彈 經過日本 而他是一個中程的導彈 那麼落到日本的東京 那怎麼辦 所以他們要做防復的措施 所以整個愛國者三就 鋪出來了 好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解放軍已經說我一定會有動作 大陸的發言人也說 解放軍一定會有動作 我再問一次賴老師 你覺得他這次說 他一定會有動作 那現在看到有一些蛛絲馬跡了 你覺得他這次是來真的 我覺得不可能來假的 這個道理很簡單 解放軍怎麼可能私信於民 民意不可違 那14億的台灣大陸的民眾 認為說不能容忍 美國跟台獨 這樣子打台獨牌 他們不能容忍 那既然不能容忍 那但是問題就在於 台獨跟裴若曦 他們旨意要這樣做 那解放軍怎麼可以沒有動作 但我其實換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說還是你把你剛剛的故事 講完好了我等一下再補充 那您想如果說我們剛剛設想的幾個狀態 就是戰機進來 那你愛國者三要不要拉上來 你到現在沒有拉 我們沒有看到你拉 這叫萬全準備嗎 人家日本朝鮮只不過是一個四射導彈 他愛國者三就整個拉出來 保護大東京的安全 這個就是萬全準備之一 那現在您剛有跟我們介紹說 大陸有三艘軍艦 已經進入了 臺灣的東部海域 有的是從巴士海峽穿越 有的是從宮古海峽穿越 所以等於是大陸的 我如果掌握沒錯的話 應該是聯武2D跟聯武2A 一個是導彈護衛艦 一個是導彈驅逐艦 那也就是說 驅逐艦是跑得比較快的 那他們本身都有防空反艦 跟海對地的攻擊的作戰能力 那他已經在臺灣的外海 例如說臺灣的東側南側西側 都已經在做部署了 在做這個部署 他一方面是必要的時候 要支援作戰 那麼攻擊臺灣 或者是如果美軍 或是日軍的戰艦 假設進來就是您剛講的 尼根號 那尼根號 我們所掌握到的訊息 他現在是在於菲律賓海 菲律賓的外海 然後往呂頌島的方向在走 那呂頌島到臺灣這個地方來 還有一段路 那而且呢還不是艦載機 所能夠飛到的作戰半徑 因為航母的艦載機 他的作戰半徑大概在650公里左右 那目前來講 尼根號的位置 是沒有辦法進入臺灣的空域 來作戰 因為太遠了 但是如果你把尼根號的距離 來跟大陸的這個解放軍 的戰略部隊 也就是東風17 這次大陸有試射 有發射東風17的發射影片 那從這影片裡面來判斷的話 就是以大陸的兩款打航母的 一個是打1500公里圓 一個是打2500公里圓 這樣的兩款導彈 那大陸等於是告訴你 尼根號航母 如果介入臺灣的問題 大陸就打了 就是大概就準備 所以目前看起來 尼根號航母的運作 是比較謹慎保守的 沒有一直往臺灣海峽 往臺灣靠近 看起來是還保持一個相當距離 而這個距離就告訴你說 我的艦載機飛不到 您這樣懂我的意思 懂了 就是我的艦載機飛不到 所以給我擺個姿態 讓我能夠騙騙那些 不是懂軍事的人 是啊 美軍總是要秀一下肌肉 就是我美軍 我尼根號也往臺灣靠 但是我的艦載機飛不到 你不要拆穿就好 原來門道在這裡 就讓我能夠靠一下嘛 所以他的船 也往臺灣這邊移動 可是就是不在他的作戰班之內 那這樣的話 大陸就不會把它當成主要威脅 好 那幾個導彈驅逐艦都部署了 那大陸今天早上又公佈了 他們的空降兵的影片 對 然後廈門的這些登陸艇 在碼頭準備要上船的 這些也都擺出來了 這就是一個架勢 當然可能 裴洛西如果最後不來 那警報解除 大家鬆了一口氣 對 又開始過正常的生活 明天股票就大漲 大家好開心 可是如果他真的來了 然後大陸的戰績也進來了 那就看臺灣打還是不打 那臺灣如果不打 那以後大陸的戰績 沒事就到我們家來玩一玩 因為他已經可以來了 那就是常態了 以後就常態了 因為是你片面的改變現狀 所以我就讓現狀再也回不去 那臺灣怎麼辦 那美國的態度是什麼呢 美國能怎麼樣呢 就對於解放軍來講 或是對大陸來講 你美國能怎麼樣呢 你要幹家嗎 我解放軍這把劍磨了三十年 我就是要找人來試 試這個刀鋒 那如果我是一把明劍 這就是我常用的比喻 我如果是一把明劍 那我要找不好的劍來練嗎 我當然要找明劍來練 那美國是二戰以後 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以後 最願意去對於很多 小而弱的國家開刀的 美國二戰以後呢 去欺負阿富汗人 因為小而弱而窮 又去搶這個伊拉克的石油 因為伊拉克跟伊朗 打了十年筋疲力盡了 然後美國跟法國 因為伊拉克原來用的武器 是法國的 法國已經禁運了十幾二十年 所以他飛機也飛不上去 船艦也老了 所以美國就專門挑他來打 那利比亞也是一樣 也為了要搶利比亞的石油 然後砍斷利比亞 跟俄羅斯跟中國的關係 所以也敲這種弱國來打 那美國的個性 就是專打弱國 可是美國不敢打強國啊 美國怎麼敢打強國呢 簡單的很啊 你看烏克蘭俄國一打 美國有去跟俄國打嗎 俄國還已經不是一等一的強國 美國都不敢打 那你認為美國敢跟中國大陸打嗎 中國大陸強國 美國只敢欺負弱國 不敢欺負強國 對 不敢 不敢 我用三個不敢 可是現在這一次如果說真的 挑起了事端了 因為如果照我們再看 就是你拜登政府 其實你派了一個行政專機 那你的行動 其實隨時是可以取消 因為五角大廈有這個權力 拜登的一句話 可能就可以扭轉局勢 但是你要承受國內的政治壓力 OK 就是你要頂著頭皮被罵一罵 然後就認爽這樣 被罵一罵這樣 是 所以呢這個裴洛西 總之那這一次他 整個挑起了這個事端 所以剛剛我們再說 你覺得他到底是利還是必 現在看起來是必大於利 必大於利 而且整個形態 我們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這個地方的區域安全 對 它會產生很大的一個變化 而且是緊張的 會緊張的 整個東北亞的局勢 會陷入緊張 例如說假設您是日本 你是岸田文雄 那你現在在美國 因為岸田文雄是剛飛到美國去 那你要不要回來 他要回來吧 對 剛剛我還看到有個最先消息 我剛剛還沒來得及查 就是這個韓國 聽說這個總統取消休假了 對 因為如果假設 我們這樣做一個假設 我們只是假設 假設 假設 發生了意外的摩擦事件 那解放軍的動作更大了 假設是這樣 對 那如果他從北部攻過海峽進來 那你日本要不要反應 對啊 那你安庭無窮 又要不要再加處理 日本先看一下美國怎麼做 美國要他怎麼做 會不會 問題就在於 我一直在強調 美國只敢欺負弱國小國 他不敢欺負大國 因為美國人很清楚知道 他當兵的那些人 是為了錢而當兵 他們不是為了理想 為了理念 他們不是 美國的職業軍人 因為美國全部都是職業軍人 韓士兵也都是職業軍人 他是為了養家活口去當兵 為了讀大學去當兵 我窮人 我家窮 我住在哈林區好了 我住在那個 然後我想有機會能夠讀大學 然後我就去當兵 當了幾年鍋蓋頭的兵 我就有教育預算 我就能夠讀大學 因為美國讀大學很貴 我就有錢去讀書 所以我是為了要 過上好日子去當兵 那你今天要我大量死亡 我才不當兵 你看越戰的時候 而且還打的又是窮國 觀眾朋友 美國打越戰 越戰是窮國 打越戰的時候那個窮國 可是你看美國人就不當兵了 後來用正兵 不得不當兵 你給我全部拿來當兵 然後克林頓不是就跑到 日本去留學嗎 很多人就跑到 不是跑到英國去留學 不是日本 克林頓就跑到英國去留學 為什麼 因為跑到英國留學 就不用當兵 很多人就跑出去 跑出去留學了 就不用當兵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 那就是美國 美國 但是賴老師我想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那如果現在接下來 您剛剛講說他這個大陸解放軍 可能對台的動作會加大 那裴洛西你說就算來了 來了以後他走了 對啊 那留下來的會是什麼呢 情況會怎麼改變呢 我覺得您問了一個很深刻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只是一直在做假設 就是說假設解放軍的戰機真的進來了 然後他的戰艦也進入了台灣的外海 不是很遠的地方 是已經靠進來了 那靠近我們的十二海裡 或是都已經貼進來了 假設都是這樣 然後我們台灣沒有任何反應 也不敢有反應 因為避免佩洛西的飛機也被打下來 我們都不敢有反應 然後殲20已經在台北飛過了 那你想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現狀已經被改變了 對 因為原本我們彼此之間有個默契 就是要維持現狀 對 我們盡量不要穿過這個 這個海峽中線嘛 那偶爾美國有一些人 例如說越高的官來台灣 大陸就會穿過中線 但是還是會回去嘛 然後在南部 還是在防空識別區 沒有進入我們的十二海裡 對 跟空域 可是呢如果這次已經進入台灣了 已經進來了 那台灣什麼反應都沒有 警報也沒響 那您認為 大陸會不會變成一種常態 以後你美國有誰來 他就飛進台灣一趟 以後你美國有誰來 他就飛進台灣一趟 那現狀就改變了 那都是那些美國的訪客 把大陸解放軍帶進來的 所以大陸應該蠻感謝 這個美國的訪客 就是順便大家就來玩一玩 台北的上空 那看久了以後 台灣的民眾就沒有感覺了 你說會習慣了 就習慣了 這個軍艦在外海 然後飛機在上面飛 那哪一天空降兵下來了 好漂亮喔 拍一個錄影吧 就整個其實氣氛或政局 都會從此扭轉 我覺得會改變 所以台灣 我還是強調 民進黨 你們就有點骨氣吧 您就告訴我們 是誰邀請的 這第一個 您就站出來 說是你邀請人 你花了多少錢 你要幫他募款 您就站出來嘛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然後以後這個苦台灣承受 裴若基荷包帶得滿滿的 飛回去了 然後苦是我們承受 那台灣的民眾接不接受 台灣的民眾會有壓力的 因為像這種兵凶戰危 大家都是什麼 大家都是先趕快 現金為王 然後外資先跑 對不對 然後還去講什麼 護國神山 沒有啦 沒有系頓 沒有台積電這個護國神山了 總之他們就是可割可氣了 以後就會整個扭轉 好 但是呢 你的可割可氣是可以割掉 可以丟掉的 意思就是 像美國的這些官員 不已經都開始在放話了嗎 押注在台積電 晶片都跟台積電買 太危險了 如何如何 對 其實現在都已經可以看到 一些端倪跟朱司馬基 但現在如果接下來 是變成這樣子的話 我想我們也要放大一點格局看 那中國跟美國之間呢 對不對 難道就更加的回不去了 再來 中國大陸 是不是就會又被逼著 好啊 那當然我就要跟什麼 我原來的好朋友 去更加的緊密 譬如說 中俄的連結就會更深 可能有這樣子的變化 我覺得你這問題很深刻 這問題而且印象可能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您提到了中美的關係 目前來講 全世界的經濟都不好 尤其以美國跟歐洲為勝 他們的通貨膨脹實在是太高了 然後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 全球的供應鏈並不順暢 運輸貨運也都不好 我們看到我們的經濟 還是在有下滑 IMF的評估也是一直在往下走 好 所以其實真的是需要 中美兩大國攜手合作 共同來解決這問題 的確 可是問題就是 裴若曦的這一次來 然後白宮 他們沒有成功的阻止他來 而且是同黨的 他們不是不同黨的 沒有透過同黨的這個壓力 阻止他來 如果是真的發生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大陸對美國 是毫無信任可言 沒錯 所以大陸跟美國是 沒有任何互信基礎 沒有任何互信基礎 因此你談了任何話 我都不會相信 你做了任何事我都在看 而且我都跟你針鋒相對 所以我就高度懷疑 集團體兩個國家元首 會不會會晤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中美的合作可能性 就越來越低了 而且呢 採用對抗性是越來越高 那採用對抗性越來越高 現在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 安理會的輪子主席了 現在是大陸是輪子主席了 所以國際間的任何問題的話 那你美國提出來的話 大陸輪子主席可能就跟你否決了 就是你提了就案子 就擱在那個地方了 因為現在 中國大陸會主導 安理會一段時間 好 接著您提到了 中俄的問題 那既然你美國打 他安排打得不像話 那我為什麼 對俄羅斯 我不會有動作 那一旦中國大陸有動作的話 那力道就強了 因為中國大陸的軍工企業的 生產能量是非常強大的 俄羅斯現在就是因為 高精密的彈藥不夠 所以它的軍事的動作陷入緩慢 可是如果這些輪行車輛也好 火炮也好 火箭彈也好 或者是高精準的這些 甚至包括無人機 中國大陸無人機在全世界 是排名第一第二的 是 沒錯 甚至中國大陸的 衛星的偵測能力 北斗還有軍事衛星的偵測能力 這些在全世界是不亞於美國的 如果這些提供給俄羅斯 相當的協助 助他一臂之力 那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作戰 那就不是這個樣子 就會改變了 就會改變 所以我覺得 還有就是在國際間的 例如說包括伊朗的問題 那王毅跟伊朗 習近平跟伊朗總統也通了電話 他們要相互照顧彼此之間的核心利益 那所以中醫之間的關係 中國跟加勒比海跟委內瑞拉 多米尼加跟他們的關係 跟朝鮮的關係 中國大陸已經開始 就按照自己的節奏來說 完全不考慮美國的感受 那你覺得美國會 美國原本他是主動 中國大陸是被動防守 是因為中國大陸還在等待 有機會跟你緩和關係 可是如果一旦覺得 你已經玩得過了 那沒有緩和的空間了 那反守為攻 那情況是不一樣 不要以為你美國都是公四方 美國你有可能會成為首四方 所以我覺得 美國的思考太短線了 未來的發展還很難說 很難說 不過回過頭來講講台灣 那現在呢你不要說是股市跌了一天 接下來如果這種情況或這種緊張 它持續下去了的話 那對於台灣來講 絕對是相當的不利 不要說是損及了經濟 今天我們也看到了 就是這個大陸方面呢 有這麼一個消息一出來 說上百家台灣的這個食品 忽然呢就是被禁止進口了 那這個600家左右吧 600項產品 那其實大家都還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你說之前農產品的話 可能說有蟲啊 或者藥太多啦 超標啦等等 都還可以理解 那這次呢就是說 因為那個資料還不夠更新 沒有更新完畢 所以就因此可以說禁止 那但邊邊時機上面呢 又覺得格外的敏感 怎麼就在這個節骨眼上 出來這個消息呢 結果今天台灣方面的官員呢 都說可能是因為政治因素 那我就想問 然後呢 你們總是說是因為政治 所以大陸方面 就打壓台灣的農民啦 打壓台灣的產品啦 那甚至這次就又來了 那都是知名的大廠 都是知名的食品大廠的產品 那如果這樣子一次 接著一次的話 那以後難不成 也要變成常態嗎 對不對 賴老師 我擔心就在這個地方 例如說大陸 因為目前來講 ECFA大陸可以片面中止 這是我們當初 雙方簽的協議 就是說時間到了之後 我們如果沒有把這個 服務貿易協議簽訂 沒有把貨物貿易協定的話 那這個協 因為這個協議是暫停 暫時協議 所以它時間一到以後 任何一方都可以終止它 甚至第三方都可以提出要求 到這個WTO要求 要終止這個協議 第三方都可以 所以它ECFA是可以 隨時可以終止的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中國大陸如果說 它的忍耐極限已經到了 它不想再忍耐了 那ECFA終止的話 對台灣的 挫傷就很大 它會逼著台商要做決定 要轉到那邊還是不轉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您提到了 有關於傳統食品 就是您剛剛講的食品業 那都是傳統企業 台灣的傳統企業的話 它的利潤並不高 可是它的就業機會很大 它創造的是更多的就業機會 那這些東西都是 大陸可以單方面 來對台灣實施一些經濟制裁 所以我說不要進 我就不要進 我看你能怎麼樣 那問題就在於 台灣能不能找到 其他的替代員 這難度很高 所以我覺得大陸這邊 它可以不用軍事動作 它可以用經濟的動作 然後就可以讓台灣的民間社會 承受很大的壓力 還有一個部分我倒認為 大陸很有可能已經到了 忍無可忍的一個地步了 如果大陸到了忍無可忍 這個地步也就是說 不再讓外國人打台灣牌 那就要解決了 那時辰就要提前了 提早 例如說本來想說 我的目標是用和平的方法 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對啊 我們坐下來談 看一國兩制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國 看是用什麼樣的型態來出現 然後兩制就是我們的兩種制度 這個白紙黑紙都可以寫下來 那本來是希望說 我們用坐下來談的方法 可是一看這個已經不可能了 而且看著你台灣 跟外國人打這個牌 你也自己本身民進黨很願意 給外國人打牌 然後現在連國民黨 連九二公司也都不要了 國民黨自己本身 對於一個中國原則 也都保持一個很遠的距離 那一看說 台灣的幾個主要的政黨 都對於一個中國 保持一個距離 或是都不要了 那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再加上過去的民進黨 或是很多親日的分子 他又告訴大陸 一個很活生生的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 日本人當初要殖民台灣的時候 他第一階段是大屠殺 殺了幾十萬的台灣人 第二階段是高壓鎮壓 高壓台灣 把台灣當成二等人 第三階段是雖今懷柔 但是台灣還是二等人 五十年以後 台灣人尤其是民進黨的 那些從日的台灣人 就對日本人崇拜的五體頭地 他就等於是釋放出 歷史上強大的訊息給大陸 說我如果也採用同樣的方法 五十年後 你對我就崇拜的五體頭地 但是對中國人來說的話 對大陸人來說的話 五十年這個不算歷史 我們是五千年的歷史 五千年五十年算什麼歷史 所以當他們看到民進黨的那些 從日的那些人 哈日的那些人 原來屠殺鎮壓環柔 你就跪在地上 崇拜五體頭地 然後呢 國民黨的民建黨的政要 就跑去安倍晉山 他是戰犯的遺囑 跑去要給他攻擊 要給他吊咽 那你想想看 對大陸人來講的話 那你的特質就告訴我 我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怎麼可能 他還是要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 如果他要用 不再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 那這個兩岸怎麼辦 我們在台灣一直努力 主張用和平的方法 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我們的努力 就一切都失敗了 所以坦白說 這一點我是會很心痛的 我覺得民進黨玩火 不能玩得太火 然後美國不要玩打台灣牌 因為你打台灣牌沒有用了 打到最後大陸已經覺得 我的容忍度到極限了 那就是兵容相見 就是主權這個問題 是絕對不容退讓 就是說大陸方面 在這個方面的這個立場 一直是表現得相當的堅定 那但是呢 在目前這樣看起來的話呢 的確是有被逼著 要把這個時程提前這樣的跡象 我們擔心就在這裡 是擔心是這樣 可是這次你看啊 裴洛西 本來呢 如果這個行程一變再變 你總覺得說 他們是不是在顧慮著 中方的立場嘛 那我相信這個背後 一定有很多的斡旋跟談判 是我們所看不到的 但是呢 到了最後這一刻 還是來 他還是來 那就是失敗嘛 對 那就外交斡旋失敗 那裴洛西就等於獲得 我們要講 是不是可以跟拜登政府 其實還是畫上等號 他就是要逼著你 逼著你要亮劍 我就看你中國方面能怎麼樣 對 然後呢 那中國方面態度又很堅定說 我真的說到做到 你就拭目以待吧 對 是 但問題是 如果真的有採取行程 或真的是兵戎相見了的話 我們不知道是誰先開那第一槍啊 但是如果真的是 搞成了這樣子的話 對 那我剛剛本來想問的就是說 那美國的目的 會不會也達到了呢 它本來就是藉由俄乌戰 要去拖住這個俄羅斯嘛 那這一次會不會也是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想要伴助中國大陸呢 疫情 現在歐洲啊 美國跟歐洲啊 歐盟這麼大的經濟體 他們的經濟一塌糊塗 如果兩岸之間又開戰火 而戰爭戰場就在台灣 它在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是不會有任何戰火 了不起你說台灣丟兩個蛋又怎麼樣 那戰火都在台灣的話 戰場是台灣 戰場都在台灣 那整個全球的供應鏈都出了狀況 那你歐洲的經濟不是崩了 美國的經濟也崩了 然後呢 所以現在是美國跟歐洲 最脆弱的時代 也就是說現在是美國跟歐洲 最脆弱的時代 他們根本無力來兼顧台灣 更何況如果說 他們今天要把注意力 移到台灣來的話 那烏克蘭就沒了 俄國為什麼不整個吃掉烏克蘭 俄國為什麼只吃一半的烏克蘭 更何況如果解放軍 這一次就是要提早 處理台灣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都沒準備好 我也沒準備好 然後這樣子戰火 就在台灣燒開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我們還是祈禱 再晚幾年讓我們從容的 把資產都準備走 房子也賣了 然後錢也都移走了 然後到時候那個 老弱婦孺先移走 然後我們的經傳的必要的時候 就買個救生圈游游泳這樣子 這開玩笑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在於說 以目前來講 民進黨這樣子玩火 玩到真的是 我覺得按照習近平講的 玩火必自焚 玩火必自焚 這話講得真重 玩到最後真的沒有救 那不要拖累我們 我們一定會被拖累 我們很無辜啊 所以還是要有避險的措施 這邊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有避險的措施 不要認為萬一 我們學安全的人 我們只考慮萬一 而不是那百分之 九十九的安全 我們考慮的是百分之一的 那個萬一 那個不安全 賴老師是從去年就講到今年了 對不對 講了一年了 苦口婆心了 而且去年 叫大家把股票賣掉 也是對的 我想當時聽進去的 一定是賺翻了 是是 至少保本啦 保本 至少是保本 不敢賺翻 哎呀這個年頭太難賺了 太難賺了 好那謝謝賴老師 因為今天線上 其實我剛剛看到有蠻多朋友 斗內也謝謝2.5萬的朋友 請大家記得要在線上按讚 對是是 然後麻煩大家請記得 今天再次謝謝賴老師 謝謝 謝謝玉琴 好也謝謝線上的好朋友 我們今天晚上 頭條開獎再會囉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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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收大ders 謝謝 謝謝 師傅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